1945年日本投降 据一个鬼子军官回忆 在南京有两件小事 让他无地自容 这个鬼子军官叫金井武夫 日本投降后 他作为港村宁次的副手 参与了只将授降仪式 此后留在南京处理各种日军遗留问题 他在回忆录里说 留在南京的这段时间 是他永生难忘的日子 同时 也记载了很多显为人知的细节 金井武夫曾在回忆录里写道 南京期间 我们剩余日本军人大体 每周集会一次 席间友好交谈得到的结论是 中国的国土被侵略 中国人被赶出家乡 被迫处于悲惨的境遇 他们经常无所顾忌地谈这些事情 当听到这些话时 就是我们囧得无地自容 比如纽先明少将 在日军占领南京当晚 他撤退到江边 却找不到船只 进退两难中 投入江中 但好在大难不死 直到半年后 才逃出南京 到了重庆 此时他的妻子 已经另嫁他人 这其中的悲欢苦楚 一言难尽 还有一件事 便是金井武夫在南京期间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 在南京城溜达三小时 在散步期间 他一开始认为 没人会注意到他 毕竟当时没有一个日本人 会单独在南京城走路 但是很快他发现 有几个学生认出了他 喊他的名字说 他是日本人 谁谁谁 金井武夫特地记录了一件小事 在日本人大步遣返后的一个晚上 我因公乘坐 由日籍司机驾驶的汽车 中途汽车发声故障 恳求室内的群众帮忙 从附近来了五六个市民 对我倒表示好感 他们讲着战事期间 记住的一句半句日语 逗得我们好笑 他们且说且帮助我们修理汽车 真不愧是大陆国民 宽宏大度 使我钦佩 总之无论如何 日本人曾对南京 对整个中国做的事情 永远不值得原谅